大家好,我是施建章,繼續比賽馬深水的時間 剛才介紹完第一場賽事 這次我介紹第三場賽事 就是三班的千二賽事 這次我找到一隻超級馬 他應該的賠率會偏熱 但熱得來也沒理由飛去 說到這樣,沒理由不知說哪一隻 沒錯,就是介紹他 聖德威風,見到四號馬十檔 出閘黃色衫衫衫下下下下下下下 聖德威風,他連勝馬都連續三場 大家還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爆的雲彩飛揚 還有十一號的藍莊加浩 還有十號的萬仲力德 都會跟他同場一起跑 聖德威風在這次的三班賽事 他一直都是在籃籃,即是埋倒例的時候 基本上其他馬,可以說對他的威脅都不是認真很大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其實他自己都已經找到一個補充 亦都可以控制到大局 他一直都沒有什麼馬可以威脅到他 騎著騎著,就已經輕鬆回來 接著是維港奔柳 即是十三號那一隻 之後他再出都贏了 還有就是萬仲力德 十號,即是最後衝上來的那一隻 即是在內檔的十號那一隻 大邊大邊打下去有第三 其實萬仲力德、維港斑柳和聖德威風都是一個距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隻馬 他真的都是超超的 你對著這些對手就不用太擔心了 不過這次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因為他133磅 九檔,看看雷神如何發揮 如果發揮得好,應該是這場最大的機會馬 那腳的,就不要說我介紹一些熱東西給你 那隻齊心同行 上次贏就真的輕鬆得不得了 那這次就有個四檔116磅 換了一田太安騎 但是和聖德威風真的拿這麼多磅的時候 看看會不會因為那個磅數 就可以威脅到聖德威風 應該就機會硬一的 都是這兩隻 另外那隻無地勇士上次都跑得入位 那這次就有個八檔117磅 那就配合蔡明肖 看過發揮可不可以 那越跑得上次都贏得好 不過這次就加到個磅真的很重 133磅7檔 那配合八檔 那你說如果要贏呢 對處兩隻老虎 聖德威風和齊心同行就難搞一些 但是你說跑回入一席位置 如果保持到那個狀態 應該都不是太大問題 所以這場就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買的話 就聖德威風和齊心同行雙膽 拖摩地勇士和越跑得 一口氣介紹完兩場賽事 跟著還有一場賽事保密尋貴底 大家記住戒掉我的影片 除了戒掉我的影片 我兩位好拍檔 Makford和阿鵬 一樣有好東西給大家 不要錯過 記住如果未做會員 快點做會員 因為我們近期的會員心碎 真的都很好成績 練中了兩次三口 不跟你就糞了 最後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